NVIDIA, AMD, SMCI 有没有感觉每一天新闻上说的这些 最近涨了最多的也是这些AI的股票 那如果你有买到的话 当然很开心啊 但如果你错过了这些机会的话 那到底又能怎么办呢 其实最近黄仁勋,苏妈都在访谈当中 也透露了很多之后AI未来的走势的发展 而且呢当中他们也提到了很多的机会 现在AI的发展这么快 如果我跟你说 在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台AI的NPU电脑 你会相信吗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技术革命淘汰的人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研究了几十个小时 看了和聆听了很多大佬们的话语当中 得出了在未来 我们应该要关注哪些机会 首先我们要知道 现在这些大佬们认为AI在什么阶段呢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会关乎到我们投资布局的思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大佬 黄仁勋和苏妈都认为AI其实已经发展了很久了 但是到现在才是刚刚到的一个tipping point 所以现在全球各国的企业 甚至个人对于AI的需求呢 也正是在很快速的增长 那按照这个推论 先撇除一些每个人都知道的AI必需品 黄芝晶片 还有没有其他的AI必需品呢 那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好 那我的个人结论呢 就是infrastructure 而且是cloud infrastructure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东西能够让各行各业 甚至是不同国家的企业 能够更便宜 更快地用到AI这个产品 I think we're going to learn a lot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but the way I think about it is cloud AI of course is foundation you need to have a very very powerful cloud infrastructure and on-prem large enterprise clusters to train large models 那要用到cloud infrastructure 就要有专业的人 专业的公司去处理 而且现在晶片算力越来越强 这个能力和热力呢 也是越来越集中 那相对于你的散热能力呢 按道理来说 也是要越来越强的 那要不然的话 晶片可能会效能下降 甚至有可能会损坏 那除了cloud infrastructure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核心技术呢 as we say a chip all of you in the audience probably because you've seen a chip before you imagine there's a chip kind of like you know like this the chip that John just described weighs 70 pounds it consists of 35,000 parts eight of those parts came from TSMC that one chip replaces a data center of old CPUs like this into one computer because we compute so fast the savings of that one computer is incredible and yet it's the most expensive computer the world's ever seen it's a quarter of a million dollars per chip when you look at one of our computers it's a magnificent thing it weighs a lot miles and miles of cables hundreds of miles of cables and the next one's soon coming is liquid cool 那刚才华人薰也说过 cloud infrastructure liquid cooling 这些关键词 大家都有听到了吧 那其实有一家公司 都有做这两个板块 那就是Vertif 股票代号呢 就是VRT 那大家不要以为是VRTX哦 那其实是一个制药的公司 那我们说回VRT 它其实是一家 以移动和云端运算市场 提供电源管理 热管理和基础设备管理的 解决方案的公司 而且很重要的是 VRT它其实是和NVIDIA 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那说到这里 大家都明白了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家公司的财报 VRT在2023年的第四个季度 营收是18.65亿 同比增长了12.7% 而且我们看到全年的订单 同比增长了23%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全年的业绩 它的operating margin 从7.7% 直接提升到了接近一倍 来到了15.3% 经调整的EPS 从5毛3提升到了1块7毛7 是整整提升了三倍哦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第四个季度 VRT收购了一家专注于 液体冷却技术公司 Culterra 这也是会更进一步的 巩固VRT的护城河 那由此可见 VRT的业务 正在稳定的增长 随着全球的企业 用了更多的云服务和AI模型 数据中心的液冷市场的份额 也会继续扩大 而VRT在未来的增长 也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看完了VRT 我们再来看一下以下的这一段 华人薰的未来计划 就会带来什么 必然会出现不可或缺的机会呢 I take it that the GPU chip that is behi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ght now is your H100 and I know you're introducing an H200 and I think I read that you plan to upgrade that each year and so could you think ahead five years March 2029 you're introducing the H700 We have more competition than anyone on the planet has competition not only do we have competition from competitors we have competition from our customers and I'm the only competitor to a customer fully knowing they're about to design a chip to replace ours and I show them not only what my current chip is I show them what my next chip is and I'll show them what my chip after that is 大家在这边 看出了什么机会了吗 我在这边看到的是 GPU会越出越多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款 甚至半年一款 什么H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Blackwell 等等 反正GPU是越来越多 越出越快 越来越强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 越强的GPU处理器 或者通俗一点 我们就称呼它为AI处理器 它就需要更强的记忆体 那晶片的性能表现 和记忆体的宽屏和容量性 也是正相关的 它就是AI处理器当中的必需屏 那打个比喻 大家可能有打游戏 或者玩电脑的 有听过RAM这个词 那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游戏配置 那你就需要有一个强劲的GPU Display Card 也需要配合强劲的RAM 那俗话说 好码配好安 简单简单去理解呢 就是有GPU 有RAM 那AI的GPU里面的RAM呢 就是HBM 那提供HBM的上市公司呢 其实有好几家 那我就选了美国最大的耐家来说 那因为大家也知道 如果我们要投资的话 地缘政治现在也是一个 要考量的一大因素 那所以现在 美国最大的公司 就是MU 美光科技 就连黄人训言说 买越多省越多 所以美光的HBM 供应在2024年到2025年 大部分都已经卖光了 在最近MU发布的 2024年第二季度的财报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美光的营收达到了58亿的美元 比公司他们原本 估计的还要高出5亿美元 而公司预计在这个季度 本来是会迎来 连续第六个季度的季度亏损 结果呢 在这个季度最后 是打破了大家的预期 是成功转亏为盈 存利润是达到了7.9亿 并且在下个季度呢 也是预计会大致相同 预计营收将会达到6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超过76% 而这也是比市场的 共识预期要高出6个亿 所以说这家公司 它是用黄金做的马鞍 而且这个马鞍 在日后也会越来越抢手 那看到苏妈讲的以下这番话 聪明的各位就会明白了 那大家能想一下 想一下以后每个人 都有一台AI的电脑吗 每一台电脑 有这么多AI的处理器的时候 到底需要多少的HBM呢 那说了这么多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 从这些大佬的访谈当中 抽丝剥茧 取其精华 分析机会给大家的话 麻烦请点赞 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 留言告诉我们 你们还想听哪些大佬 或者是有什么未来机会的分析 那我是Rich 是一位喜欢寻找十倍股的年轻人 那我们下次再见